小兔本杰鸣的故事 1. 农夫要进城 本杰鸣坐在路边 哒哒 哒哒 有一匹马沿路走来 这匹马拉着一辆车 是农夫和他的妻子 本杰鸣响 他们要进城了 本杰鸣笑了 我要去找我的堂弟 彼得 本杰鸣跑向彼得家 他向屋里偷看 兔子太太正在织毛衣 我可不想遇到他 本杰鸣想 他看到了洛洛 西西和球球 彼得在哪儿 本杰鸣响 他跑向树的另一边 他爬进洞里 他看到了彼得 彼得正披着一块红手绢 他看起来很伤心 彼得 本杰鸣说 你怎么了 你的衣服呢 彼得抽了抽鼻子 我把衣服丢在农夫的菜园里了 我昨天去了那里 农夫一直追赶我 我有一个好消息 本集明书 农夫和他的妻子进城了 我们可以去找找你的衣服 最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